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鱼饭吃啊 它的味道因为那个饭来 那个饭有放到鲁住下去嘛 鲁住下去有放一点有点咸啊 咸跟这个鱼饭来吃啊 很好吃的 它饭特别不一样啊 这么说呢 它的饭有什么特别 它鲁住比较比外面比较香一点 它鱼饭 汤 全部都不错咯 跟其它的酱比这个比较好吃 很好吃 我每次都在家人家店家买 煮饭是放那个油而已 那个... 那个豆瓢香油 跟那个... 那个葱头蒜头啦 拿来煮 拿来放下油啦 拿那个油放下去煮啦 啊 放一点那个斑南叶下去啦 啊 放一点盐下去 除了卤饭 这里的鸭粥也是招牌菜之一 非常受食客的欢迎 我们现在就来问胡老板 怎样煮一锅好吃的鸭粥 那个粥是我们是用白米 然后就放那个鸭汤下去煮 那个粥就有那个香味出来 比较好吃 胡老板每天要耗费三个小时熬粥 要吃的时候把切好的鸭肉加入 临上的午吃就大功告成 新加坡人爱吃辣 吃鸭饭真少得了辣椒 这里的辣椒是老板亲自动手做的 用国家秘方调配 在我们再三的油水下 老板采达示范他的Blatan 辣椒的制作方法 做法是把买回来的辣椒酱 加入搅碎的葱头 蒜头 石粒子和石油一起炒 用小火慢慢炒 需要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 由于准备工作相当费时 老板通常一次过 煮八十公斤的辣椒酱 可以用上一个星期 除了芭拉蘸辣椒之外 老板还有调制另外一种辣椒 那就是用鲜鲜辣椒加醋 盐 糖和蒜头调制 胡老板说 吃鸭饭 蘸上这两种辣椒一块品尝才够痛快 五十六岁的胡金生 是生计鲁鸭摊位的东主 他拥有二十二年的经验 六十年代曾在后港的街边 帮忙人家打工并卖师学艺 二十岁就决定自己当老板 卖鸭饭 我从小就做一切喊两嘛 我从小就跟人家做工 他冒鞋了 比如说 我拼这种生意 还有一点兴趣 我就做了 吴老板本身喜欢吃鸭肉 出国旅行 他也会找机会品尝当地的鸭肉美食 如果品尝到味道好的鸭肉 他就会研究鸭肉的烹调法 进一步改良他自己所售卖的鸭饭 他说 这样才能精益求精 吸引更多顾客群 无此好学不倦的生意人 哎呀 上哪里找 都特别啊 特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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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豆魂花 花生糖啊 肉比较嫩一点 我懂了鸭饭 其实是鸭一鸭罢了 它是有餐饭很大料这样 它就特别不一样了 最主要是 都能够吸引 那它的口味就是很深 我们就对了了 老板每天一大清早就来到工厂准备卤鸭 首先是直接从冷藏柜取出鸭子之后 放入滚水烫熟 然后放进这个成了一大缸的卤汁煮20分钟 老板选用从马来西亚进口的农场鲜鸭 每只重量于2.8公斤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该把所有的材料 带到咖啡店档口卖 让老板引以为荣的是 他独家调制的卤汁 味道带甜 主要以冰糖 黑酱油 盐 上汤调味 加上蓝浆 苍茅 人参八角和桂皮 以及十多种药材配置的秘方烹煮 卤汁煮滚之后加入太白粉 麻油和少许烈酒 就算大功告成 跟别的不同 卤汁它的味道也是不不一样 味道很特别啊 很香啊 好像有药材的味道 很好吃啊 很喜欢这就是了 它很bravy吧 它比较甜 这个卤汁啊 因为现在新加坡人 比较喜欢吃甜一点嘛 因为我们的卤汁现在 跟它放甜一点 因为那个有放一点那个冰糖 那个有一点蜜糖下去 比较好吃啊 胡老板的鸭肉在淋上卤汁之后 还会撒一点酒才上桌 馋过之后肯定让您食指大动 午餐时间生意特别好 一天买50只卤鸭 一年也不成问题啊 有朱厚刃啊 陈之财 还有阿拉玛也有来过 周星驰也来过一次 周星驰也来过一次 周星驰 还有曾志伟也是啊 鸭肉 鸭肉除了可以卤 还可以拿来烤 55岁的潘炭生 经营的是传统广东式烧辣 他使用传统炭炉烤鸭 鸭肉 鸭肉 一年也不满 潘老板烤鸭之前 需要做一些准备功夫 跟他冲凉啊 跟他冲凉洗衣 洗清洁清洁 但是我的鸭有选过来的 不是上那种很多油的鸭鸭 选鸭 最重要是看这个胸部呢 按下去 那个肉很长 就是有肉了 那个肥呢 就看那个 这边啊 这边圆圆的 就是很肥 这样瘦瘦了 就是没有什么 鸭清洗烫熟之后 撒入玫瑰露 将炒过的盐和五香粉 置入鸭肚 再放入葱头和蒜头 最后用钢针封住鸭尾 接着把鸭外皮涂上麦芽糖和蜜糖 烘干三个小时之后 再放进炭炉里烧烤 大概要25分钟 第一次啊 好像可以 这个炉可以食吃 老板说以前的烧鸭还没有烤之前 必须用人工吹干 由于这个方法不卫生 现在即使可以用风扇代劳 老板的做法是 把鸭肉放在明炉盘烘干 老板说用传统炭炉烤出来的烧鸭 皮脆肉滑 即使搁置几个中途后 鸭肉也不会变得又冷又震 潘老板是这档鸭饭摊位的第二代船人 卖了30年 他的一手好厨艺 可是父亲亲自传授的 潘老板的父亲当年在鱼洞群街咖啡店做小饭生意 后来才搬到联邦道厨师中心继续营业 潘老板斩鸭的功夫也非常了得 你仔细看啊 老板斩鸭动作不但野鸣手快 而且不到两下子就斩好一只烧鸭 鸭肉到底哪个部分最可口 我们现在就来请教潘老板 最好吃的就是这里 这是鸭尾的二段 因为它的肉比较软松软 比较滑 它的鸭饭好吃很香很滑 而且很爽 它的皮比较脆 还有它的汁比较香 好吃很好吃 我排队买鸭饭 精彩 我昨天买今天也出来买 它的味道就是怎么讲呢 跟市场上外面卖的不大一样 就是它基本上会比较香脆 吃起来会比较口 很爽口 也不油腻 中文字幕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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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